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图 今天可能我不会出镜 因为今天没有化妆,不想吓到他家 今天听你比较急,是因为临时接到一个三节 要去药店买保健品,然后邮寄给人类的朋友 那我就临时想说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看一下普通的游学生代购是怎么在药店买东西 然后不记得,马上就到药店了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最大的最便宜的药物 Chem's the Wheelhouse,大家听出来 那进来先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香水 然后这边是婴幼儿产品 然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国内淘宝上热销的产品 比如说我经常给朋友买的这个Bbox水碑 Bbox水碑巨肤是小孩在喝水的时候防漏,防潮 然后它有很多的颜色 我现在说的是这滤洲represented曲 是西瓜红,绿色围 вместе 色沙色 committee Bbox По bunkel 然后这边,所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买款 买的比较多的是艾塔美的一段 这二段三段四段奶粉 今天货很全 华博有两个A2奶粉 咱们有小奶粉 因为小奶粉在货带上没有看到A2的奶粉 它就价格 A2是比较贵的 贝拉米是比较长销的奶粉 其他奶粉中国人们好像奶粉比较少 这里是婴幼儿的护肤 还有洗衣服 GIA家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针对婴幼儿的护肤 或者洗 你看这个有洗发、洗身体 然后这个GOT GOT Organic 是非常有名的 它们的羊奶酱非常有名 特别可爱 四六国内的叫我的强身 这一排都是强身 然后QB 我自己有的用QB加的身体 非常好用 这个是UARS 然后这边是 这边用QB加的产品 QB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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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这个补助 主要针对的是义幼儿的日常保健 我要找的是 全向抵抗力的最好的 找了半天,它的上午,它们家原来都是这种透明的包装 现在都改版,改成这种包装,就变时度会高一点 之前平常有没有会买错 那买的是这个,MH4味加,防感冒,防悠感,增强抵抗力的成分 当当,这里是一二奶粉,这里是各种成人奶粉 这个是泡汤片,维生素,或者钙片,增强抵抗力,增强体质的基本都在这里 还有国内比较火的钙耳其,是备孕妈妈们买的比较火的二楼 这边是美妆产品,化妆刷,粉丝,买奶罩是我自己不断回购的 用来洗乳内衣,其实很多人拿来洗脸,所以总体是两种 这不是够的,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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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人的财方,价格都非常好,来看一下,这个是平衡的装博主带推的一份分纸页 这是宝宝宝家的,陆华农家的,我自己在用的 吃 chrome wn��iskunраз面 我记得这样的利用 食物的词 宝宝对压子 豆兰 价人 为我选一罐衫吧 好了 一罐衫装着不下这个太高了吧 诶 可以 你试试 刚好太高二管箱吧 谢谢 用什么快递 你想走快一点就是 都没关系 没关系的话就走这个转一点 哦 谢谢 我们现在已经借完快递 再回家的路上了 你以为这样代购就结束了吗 我还没有想到并没有结束 OK 下面我们来录大多数代购的最后一步 就是上传身份证 这个快递我用的是EWE 这里是EWE的官方网站 我把它打进去 这个就是EWE这个快递的官方网站 然后我们往下拉 然后身份证上传 这里我们就会看到 中国进境物品申报委托证件管理系统 这里上传以后 基本上还关在入境清关的时候 就会看身份证的正面照片 反面照片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身份证号码 像有的快递网站比较先进的话 你把这里身份证上传以后 收件人姓名和收件人身份证号码是会自动显示的 这个网站不会 收件人手机号码需要手动输入 那像其他快递 还有另外第四栏 就是单号 那一般这个系统里面 你上传过一次 有你的身份证信息以后 不需要上传第二次 所以如果一次寄了很多快递的话 只要上传其中一个档就可以了 那当然有的快递也会要求你上传身份证到他们的邮箱地址 我觉得那个是最方便的 因为上传就可以了 他就不用输杂巴的东西 那怎么说呢 都各有好坏吧 有的时候输入那个邮箱地址 他们会说 OK 身份证上传成功 如果有很多个单子的话 再上传一程就可以了 其实还有最最最最最最后一步 就是跟客户确认他的快递准确是多少公斤 多退少补他的邮费 要把快递单拍给客户 并且告诉他在哪个网站上可以查询到他的快递状态 那就是刚才我们上传身份证的那个官方网站 就是这个网站其实是可以查那个快递的那包裹跟踪 哎呀 因为网络关系了 打不开 好尴尬 打不开 打不开就算了吧 就刚才就这个网站进去右边的一个小框棚里面 就可以查询到这个快递单号的状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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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